王女士的这套房子位于盛州市锦绣家院 2016年年底交付 合同上写的是她丈夫的名字 90平方总价82万多 2017年5月份房子基本装修好了 可只过了两个月 房子天花板的粉刷层就出现开裂和脱落 掉下来是去年掉下来的 离开来是前年离开来的 这样的 造成她在不断地变化 就是拿这里也是这样 那她这个是有什么原因掉下来 因为她的那个水泥了 全部离开来了 她就说这个老风了 皮肠也不老了就掉下来了 这间卧室的天花板 粉刷层脱落最严重 地上堆着不少碎块 王女士拿起一块给记者看 她说白色的就是装修式的粉刷层 灰色的是原本附着在天花板上的水泥层 现在因为水泥层开裂 导致粉刷层跟着掉落 除了卧室 客厅天花板的粉刷层 也出现很多裂纹 王女士说原本打算在2017年就搬进来 但因为墙面开裂的问题 房子到现在还空着 夫妻俩在外面租房住了一年多 房子开发商是盛州市吉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女士夫妇也多次和对方协商 希望退房 记者联系上盛州市吉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周女士 周女士提到他们曾经同意对房子进行修复或者帮王女士卖掉 但王女士夫妇一直觉得房子存在质量问题 既不想修也不想卖 双方没有谈拢 现在他们建议王女士对房屋质量做检测 记者随后又和王女士找到了盛州市住建局 信访科工作人员表示 王女士夫妇之前也来反映过问题 那么我们当时就是相关单位组织了都进行了调年 现场也进了他看 就是认为就是他的房子是可以通过按照保修条例可以进行修复的 那么但是反映人杨世龙 他那个不同意我们进行施工单位进行修复 那么我们提出就是就是通过就是第三方检定 就是他的房屋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 但是杨世龙也不同意检定 盛府科长说他们还是建议王女士夫妇先做房屋质量鉴定 王女士夫妇认为鉴定过程比较繁琐 还需要一笔费用 他们要再考虑考虑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一个新型大型的漫长 肯定 我们 肯定 肯定 肯定